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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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城巨响 又一辆卡车被牺牲 推进堤防溃口 就希望能挡住洪水 保护贺壁市 只可惜 功败垂城 因为22号一天之内 贺壁累计雨量777.5公里 比前两天下在郑州的雨还多 最终还是溃堤泛滥 老婆 同一时间在郑州地铁5号线的隧道内 传来这名上海女子生生互换 因为她的丈夫日前来郑州出差 不巧搭上出事的地铁 在试图逃生的过程中被洪水冲走 他们都没有说 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可以 因为我不想相信他 他也没让我希望我 不知地铁里有人生死未捕 暴雨后进入第四天 郑州的腹外医院 还是被洪水围困的孤岛断水断电 缓缓时来的这架飞机 它所承载的就是来自腹外医院的 微重症的患者 重症病患达直升机转院 其他医疗人员只能划船离开 跟水电起停摆的 还有大陆社会如今高度依赖的通讯网路 当地官方紧急派遣无人机 愿从贵州飞来河南支援 定向恢复50平方公里的移动公网通信 同时配合地面展开灾情侦查 尽管有了空中基地台 但对比整座城市需求还是杯水车薪 郑州的行动支付系统瘫痪 对于已经不习惯用现金的民众来说 连采买购物都有困难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一目一目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